那看来就是支撑一支球队的下线呢 一鸣球人最好是什么类型呢 大量持球代手掌控全局的这种球球风格 还是这种比较擅长持久一点 这个也是给我们更新了一定的篮球观念 这种可能说更加稳健 库里怎么讲呢 中观职业生涯来说也挺稳 但是不像以上这几位这么稳 最稳的还是哈登 我感觉最稳还是哈登 就是这么些年看球啊 这么些年看球啊 基本上丹河领军情况之下 最稳还是哈登 他比克里斯保罗都稳 你说克里斯保罗强悍呢 率领什么这个一帮年轻的新军呢 也能够冲击一个季游赛名额呀 但是你看不看到张普斯哈登啊 之前2017到伊巴赛季 拿下MVP那一年 克里斯保罗仅仅出战了70%的比赛 换算一下就是58场 他只打了58场 另外那20多场没有他 而且呢 整个冲刺阶段 对于那什么爱里克格等的 克林特卡佩拉呀 也屡屡出现伤病 即便如此 哈登居然所率领残破火箭 干到了联盟第一战机 最终载获长鬼塞MVP 这就是张普斯哈登的能力 真说单核抗伤病领军的能力 几乎二 长鬼塞体检 现役所有球员包含在内 也可以这么讲 几乎无除其忧 完全单核领进情况之下 非常过硬 你至于说跟勒布朗詹姆斯比呢 詹姆斯呀 他15到 一把赛季 当时那阶段 你基本上不能归类为单核的 因为当时已经主戒三句头了 就算说有时候差点 你比如2018赛季他凯渭乐福差点 但是呢 他那个这种排面在那摆着 他是一直常年打进总颜赛的球队 对不对 他怎么讲 就是勒布朗詹姆斯2.0时期的骑士 你要说是大阳和这个 我感觉多少个点过分 就起码常围赛中战的角度 凯渭乐福你也不能说他完全不行事 是不是 所以你拿勒布朗詹姆斯跟哈登对比呢 也是1.0骑士时期 1.0骑士时期现在有数据统计 就是他的胜率布鲁哈登 哈登领军火箭之下胜率达到64% 1.0时期扎姆斯呢是60% 当然他俩基本上霸对板可以这么讲 就两个扎姆斯就是下降能力太强 基本霸对板 尤其年轻时勒布朗詹姆斯不见得比哈登差 这个具体是分不出来 就他俩分不出来 但是他俩肯定是最猛的 就你方言整个历史有可能是最猛的 你就比他俩太猛的是谁呀 麦克尔乔兰呢 其实麦克尔乔兰呢 他在这维持下降的能力 没有那么过硬 对不对 连续三年打索轮 是不是他干的 后来直到87到88赛季 斯克蒂皮棚加入NBA之后 公牛队战绩在真正提上去 所以呢 差不多就是两个詹姆斯 他俩这个下降是最稳的 下降最稳的 基本没有能比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